大陆媒体近期报道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9月份头半个月和8月底相比 少了4200亿元存款 有专家指出 这笔钱可能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 而有迹象显示 民间高利贷借贷市场 已经是房地产泡沫后的泡沫 一旦爆破 后果不堪设想 大陆媒体9月22号报道 中国工行 农行 中行和建行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9月份头半个月存款数额 与8月底存款比较 减少了4200亿元人民币 有学者认为 中国居民存款余额是33万亿 4200亿元存款 只是这个总额的1.5%左右 数目不是很大 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指出 这4200亿可能注入了民间借贷市场 这种高利贷 如果吸引国有银行进入 则无法计算资金总数 我觉得有可能进入民间借贷市场 现在这个民间借贷市场非常疯狂 利息现在达到 你看月息三分到六分 到一毛一五 一毛五都不得了 一毛五 你像那个月息 年利率就在180% 这就是高利贷了 超高利贷 你想你180% 你借100块钱 还280块钱 9月22号 新唐人报道的 浙江信财集团董事长 欠高利贷落跑新闻 指出浙江眼镜行业的龙头 信财集团董事长胡福林 欠款潜逃美国 据内部高管透露 胡福林欠款高达20多亿 其中银行贷款8亿 民间高利贷12亿 每个月光利息近3000万元 而从年初到9月 中国温州有超过20家企业倒闭 老板因拖欠高利贷落跑 而且这股风潮正波及杭州 宁波台州 渠州等地 据报道 人民银行温州中兴支行 去年底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 有89%的家庭个人 和59.67%的企业 参与了民间借贷 和讯网博客作者 同大患的文章 谁搅动了民间高利贷浑水 写道 中国经营报记者 在调查中发现 不管是从银行流出的资金 还是民间自有资本 借助小额信贷或担保公司 以高利贷方式流出时 进入到失业领域的并不是很多 所谓的高利贷危局 只是银行国有企业 等高利贷链条上的资金拥有者 炒作的另一个专案而已 南方周末评论员李铁 在博文 中国高利贷的唯一受益者是谁 说民间高利借贷 中小企业 消费者也在分摊着 高额的经济运行成本 而高风险所带来的不稳定性 也时刻威胁着借贷者的生存 当地政府部门 司法部门 银行的公职人员 也设计其中 这或许是金融垄断下的必然结果 在整个高利贷的链条中 这些金融权贵 或许是唯一真正得利的一环 谢田教授指出 高利贷对借贷的中小企业来说 不仅是一杯毒酒 一旦金融泡沫崩溃 将带来社会动荡 你要不捡钱越多的话 泡沫滚得越大 这个就非常非常危险 你说这个要会把中国金融给摧毁掉 越滚越大的时候 后面的钱再跟不上的话 他不能简直做钱的话 前面的一下就不敢去垮掉了 现在危机 很多人破产跳楼自杀 因为他们马上就会涉及到 这个股市和房市的 都是要命的事情 你知道的人都害怕 谢田教授表示 中国的金融泡沫泡灭 只是时间的问题 一旦爆破 政府也控制不了 新唐人记者赵新之 吴维 王明宇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放